就是它形式感的东西就是那个祠堂 你到南方现在就保留最好的祠堂大部分还在南方 北方就完全破落 甚至被拆了当文物都卖了 然后北方呢 是北方的整个农村呢 都是非常分崩离析的那种小自私小个体 像这个南 尤其我们说的是岭南啊 比如广东广西 福建这些地方 还包括江西一些地方 它是一种大自私 就是这种一个村 它是一个自私的现象 而且非就是它那个 就胶着在一起 你弄不动它 它的这种速度 就是凝结速度特别快 你比如啊 就我想多年以前啊 我到法国去 法国去都是温州房 法国当时呢 这个有好像几万温州人 他们迅速就能集结在一起 马上就凑钱 而且那个凑钱的方式特别简单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事啊 说需要三万块钱 咱这屋里有几个人 三十个人 一人拿一千 这钱就扔上了 不需要线条 没那么复杂 什么都不需要 就是他们就在这桌子上就完成了 那北方人好家伙 就算弄 他说我拿一千啊 俩月了那一千也没拿出来 你说 是不是就那个意思 所以你就看出浙商 对 精商就不一样 首先他我刚才说 他凝结速度非常快 就表现在这个资金的硬上 愿赌服输 当时是什么呢 那温州人呢 可有意思 他们跑到那个法国去想 都想发财嘛 一看呢 最简单的发财方式 你开不了餐馆呢 就是卖东西嘛 一看卖什么呢 艾菲尔铁塔底下 小模型 模型 全是黑人卖 黑人就是干的 都是北非的人们 就买这个 多少钱 那双是法郎呢 就四十法郎 温州人买一个回去啊 几个人 几十个人 传一个班子 拿回去 一礼拜以后 上来了 说多少钱 八法郎 你那卖四十法郎的 非洲人就根本 就不知道该怎么 对应这件事 他不是你卖四十 他卖三十八 你们俩来回去 当场就全灭光 灭光以后 就全是温州人买 温州人原始积累完了以后 哗就都退了 不玩这事了 以后黑人又冲上来以后呢 还是四十 一点进步都没有 一点进步都没有 就是 他们那脑子都不灵 都是个体的 所以 你看这个就是温州啊 潮汕这些人在全世界的那个经济上的成功一定有道理 他就是文化背景 你忘了前些年那个温州炒楼团吗 你弄不动吧 抱团 一买一动 对 所有人在这上 没有人退缩 我们都是什么呢 北方的很多文化 都是嘴上说特凶 说咱冲上去干什么事 心里想 我才最后一个 问题是 他不是一个人想 是每个人都这么想 如果一百个人冲上去 有一个人这么想 那没关系 问题是一百个人 有九九个人这么想 这事根本干不成 其实呢 就是说 所以说咱们看到跟这个活化石一样 你知道吗 但是当然你知道 它是在一个逐渐没落的过程当中 就现在可能就在这个一些边陲的地方 你看还能存在 但是大部分地方 我倒是想起您的另一篇报道 你记得有个叫周雨昕的吗 前些年 那个小老板 杀了 是吗 老婆 杀了谁 杀了十个 东北 东北 辽宁的 对 他去采访 是砍了108刀那个吗 108刀 十五传 他杀了得有十个 十一个还是十二个 债主 债主 当时这个事闹得太大 我就是看他那个报道 我就发现呢 你的这个记者写的非常谨慎 就是这个写的 比如说 说他家里有人得过精神病 那马上就是说 你不能说他得精神病 得人病 他这个罪行 应该不要惩处啊 所以你写的很谨慎 但是我记得你有一句话 你就是大概就是说啊 这个剧烈震荡的乡村 和这个什么城镇化 不是这个小老板 他的生活经验 所能承受的 所能承受的 没错 我当时就不知道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明白 其实我做记者那七八年啊 就经历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案子 就最后你看到那个社会环境那根上 这句话其实就是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 就说什么呢 比如说原先老百姓 他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 说你家日子过好了一点 我家日子过差一点 但是也差不那么多 对吧 顶多说你家盖了五间新房 我家还是破房子 对吧 就是这种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下 大家的那种创造能力 财富的能力啊 拉的不那么大 但是一旦这个地方 它会被一个更大的外界的偶然因素 所触及 比如说修高铁要过你们村 大家要征地了 对吧 或者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被一个房地产老板看上了 咱要去盖楼了 征地了等等这些的 他就在短时间之内 或者说有一个什么工厂啊 开到你这来了 他就会在短时间之内 一部分人一下子就 就偶然因素 他要爆发了嘛 对 比如说征地 一下子说你说一个平平常常 一年可能挣个三五万的一个农村家庭 应该补你三百万 就是人啊 在这种突然到来的这种机遇和财富面前 他其实没有承受能力 人也没有 更没有那种驾驭能力 所以他就会去 各种稀奇无外的事出来 他有可能说膨胀了 拿那三百万去赌博去了 那你一赌肯定会出事 也有可能是干别的去了 说我头脑发热 我要去做大生意 我去盖个工厂 但其实你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么多财富 你没有能力去搞那个工厂 那么就牵一屁股债 完了又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 这个是我那话的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城镇化的过程 其实这个震荡相当大 有些人看着有些奇怪 你像有一个城市 我就别说那城市很有名 你说那城中村 那个你见过没有 有意思 一下全变成百万富翁了 就他们那个村 然后呢 你天天晚上去集体打麻将 几十桌每天晚上打麻将 这个现象非常严重 就是在城市扩张的时候呢 就是城乡结合部都要发财嘛 发财以后呢 你就咱们别的城市不说 说北京总成 对不对 北京的很多就城乡结合部 一道改造的时候 一个家庭弄了十套二十套房子 然后它就变成什么呢 它变成这个社会的一个寄生的 这么一个家层 这些人就靠寄生活着 把房子一租 你比如我们那个地方 它在这个城区和机场之间 在这个位置我原来认为那房子能租多少钱 不值钱嘛 我后来发现那个房子跟城里房子差不了太多 但是它一下来了这么多套房子 它的生活马上就变得非常的腐化 就是他闲着开着就好走 他不知道该怎么弄 所以它就会出现放贷 放贷肯定不是银行利息 就是高利贷 是的 就会出现各种人命就出来了 所以你把人逼死 他就把你弄死 就这么个事 所以恶性案件就会增加 所以方舟你看你是作家 作家应该观察社会心理 我就觉得这个中国今天很多心理需要适应 你比如说 包括说熟人社会 像泥财网 但是现在很多人又跑到城里去了 它实际上 我甚至觉得现在可能全体中国人都需要适应一个从熟人社会 向这个陌生人社会的转变 您刚才讲语言 我有一个特别 我一直想跟你讲这事挺有意思 我觉得我都是一个熟人社会的人 因为那天我看一个英国留学生写 他说我们到了英国 我才发现什么叫陌生人社会 就是说每天告诉你新闻的是陌生人 对吧 你病了照顾你的是陌生人 你死了烧你的也是陌生人 造你那个核的都是陌生人 但是呢 他注意到比如在英国陌生人见到面 也很可以信任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送报纸的 有时候就给你送车库去了 那门都不上锁的 他跟房东说这还了得 房东表现的没什么了不起吗 他说像我们到那儿啊 就完全觉得一开始很难适应 比如说办个签证 本来有陌生人社会有很多 你办签证啊 到哪儿办什么手续啊 他说这些说明书 我们都看不懂 我就想到我自己 我就觉得呢 你看我虽然在现代城市生活 我就发现了 我在某一个语言上 就是师聪 半个驾照 半个签证 我就发现呢 不会 窗口里的工作人员 跟我讲的话 我需要他重复好几遍 我才能听懂 但是呢 我就发现实际上 我之所以还能活着 是因为我的朋友 这个加起来是一个百科全书 我非得从熟人这儿听 这事儿怎么办 医院怎么怎么挂号 我要是按照那个陌生人社会 那个 我就发现 我到派人所 我都听不太懂 对 其实我有朋友也是这样 他 我就潮汕这边的朋友 他买什么东西 他要看他的朋友圈 看他的这个潮汕老乡 在卖什么 他就跟这人打电话说 我要什么什么 我说你为什么不用淘宝 他说 没有淘宝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从来没有用过淘宝 从来没有下载过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是一种 此消彼长的一种关系 就是当现在年轻人 他们就是熟悉了各种 这个手段 和技术手段之后 他对熟人社会的 依赖性就降低了 但是我觉得 你对这个 这个这个 各种技术手段 包括对市场社会 不熟悉的话 你对这熟人社会的 依赖程度就会变高 你像你去东莞 什么哪里去采访 你是不是觉得 你比如说 你像我们在香港 都知道就是东莞商会 什么潮汕商会 特别明显 就他们还是保持着这种 就是你不是熟人社会 你连发财都发不到 没错 特别明显 我做过你东莞的报道 那时候我们就专门 我想去了解一下 东莞这个城市很神奇 就是它既不是特区 不像深圳这样 有名分 对吧 但是它的繁华和发达程度 这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对 所以我那个报道 当时很有意思 一个发现是什么的 就是说早期东莞来投资的 这些老板主要是港商 而那些港商 其实就是当年从东莞逃港 逃港逃出去的 然后老乡啊 堂兄弟啊什么的 在香港立足脚了以后 办过七八十年代 办过工厂 积累了一点资金 所以到了八十年代初 那个东莞当时这个领导层 市委书记市长很开明 他想一办法招商引子 是怎么着呢 就去打听在东莞 谁你家谁当年逃港出去了 你家有什么亲戚 在香港那边办工厂呢 就让你去香港去跟他 好吃好喝 把他劝回来 能不能回老家办一个工厂 整个是这个同乡会 当年那个家族 一串一串的给拎回来的 你说这个改革开放之初 你发现没有 他还是爱国华侨 对吧 带来第一波 对对对 他这个本质上 还有点投情靠友的意思 你刚才讲 这个熟人社会和 生人社会之间呢 主要的一个问题 是我们今天没有信任 而且是缺乏 就极度缺乏信任 你做什么事情 尤其跟你进的 比如你家里请一个人保姆 你第一个 你要防止他拿你东西 他确实拿你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拿 他尊有人拿你东西 而且一旦拿你东西 这个事情被放大以后 所有人都开始不信任 过去我们小时候 就没听说过 家里请的人去拿你东西 怎么可能呢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你看到大量的新闻 报道 比如那天我看一个 一个人说 他那个孩子小的时候 半岁的时候 请了一个保姆 结果两个人一忙 那保姆抱着孩子 没了一走26年 那谁受得了 所以这种事情呢 他在对社会的打击 是非常大的 那么就只好相信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 这个有一个特别逗的事 就是他在南方 就我刚才说 他如果有个特定的原因 封闭环境 他保护的比较好 一旦他是一个开放环境 他就出现一个现象 叫杀熟 他就死了 没错 就是连生带熟全死了 咱就变得束手无策 所以马爷您说 现在很多时候 我就有个犹豫 就是该不该找熟人 你就失聪了吗 就是你生的也不成熟的也不成 我没这能力 不是 我离了熟人 我发现我没有在陌生人社会 就可定按照照张办事的 这种能力比较弱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 比如家里请保姆 好你找一陌生人来 你跟防贼似的吧 好也有那个农村里有亲戚 来照顾孩子 结果整天这个老婆抱怨 喂奶的姿势也不对 这个也不对 但是没法说 那是亲戚 那这个有时候你找一熟人来 我现在觉得就有两方面 你比如说 有些时候你办个事 就好麻烦 真的认识一个人 你就这太假 我太有用 你不是说 尽管谁都批评说医院那个排队 怎么着 加三是吧 那换了你要是医院里认识一人 我也加三 不是这意思吗 对吧 就是太省事了 可是呢 你又会发现呢 现在很多时候我都在犹豫 好上又不合规矩 不仅是不合规矩的问题 就是你要不要欠个人情 就是说 这个你找了人家帮忙 哪怕人家不找你了 那天我看一网上一文 说挺有意思 就是你今天这个社会 本质上你这个账怎么算 好 他在一个城市结婚 亲戚说送你一个三门大衣柜 对吧 然后呢 这大衣柜呢 是找这个火车 这个什么叫灵弹呢 是什么运来 还是说不用 我给你找一司机 找一司机都是哥们 都是朋友 司机带他这亲戚 装着这大衣柜 给他送来了 好 人情太大 送来了之后呢 他们家呢 就在庐山脚下 然后就是这司机说呢 没去过庐山 第二天呢 还要陪游 陪着 上庐山 在这个 得吃一顿 还说第二天 也没在你家住 就我们连夜就回去了 最后他算了算 比火车一倍 贵三倍 而且呢 你永远觉得欠着他的 就我觉得人情是个很微妙的事情 我觉得我小时候看一个笔记小说 然后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 他到同乡家做客 就因为他曾经帮过他同乡一大 就是一个大忙 你知道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心安理得 他晚上就听到他的同乡 跟他老婆商量 然后他有个同乡跟他老婆说 说这人曾经帮过我一个大忙 他老婆说 你这样这样做 还得上这人情吗 你同乡说还不上 然后那人说 那你再加码 再这样做呢 还不上 再这样做呢 还不上 那老婆说那就只能把他杀了 这人听到连夜就跑了 所以我就觉得确实 你有的时候 你也不能帮人家一个大忙 人家觉得还不上 反而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 我一个朋友 干脆去了这个严重定乡 我一个朋友还形成挺好 他就是说帮忙这件事 他就分利息和本金 就你帮点相互帮点小忙 你动的是利息 有借有还 钱升钱 但你如果动了这个大的本金 你帮人家忙也好 你被帮也好 你都要考虑到 你能不能承担这些后果 你有可能就被干掉了 对 马爷你现在求熟人帮忙 是个什么心理 我就很痛苦嘛 你看我没求过你嘛 我求您了 就是人求您 不要说这样 就是你求一个人呢 今天你会有一种内疚感 尤其像我们这样啊 就因为我还有一个年龄 就我年龄比较大了 然后呢 你还有一个假象的社会地位 然后你去求人家 人家就有人办不成的时候 他会特别努力 特别努力 交代不过去 交代不过去 弄得你还很痛苦 所以呢 每次都是会试探 就是谁有什么个路子 帮什么 我们今天确实是一个人情社会 就是你没有这个路子 你很多事就死活都办不成 就突然你找到一个人 就很简单 就把这个事办了 对 那所以你就被迫想相信这个熟人社会 相信我怎么信任你 过去那种生人之间的信任 就是丢得一干二净 我就讲了一个事啊 我刚才你们讲这个生人熟人之间 我忽然就想一个事 我想我结婚都三十多年了 就是我老婆那时候刚跟我结婚啊 那时候她自个儿去杭州 去杭州呢 到杭州以后呢 她要去到林隐寺进去拜佛 她拜佛的时候 她比较信佛呢 她就说我身上第一不能带钱 第二不能带什么 就什么都不能带 然后她就把一个书包呢 把她的钱包书包和身份证件 什么就搁在这个书包里呢 就是她路上认识的一个人 她给了这个人 她说我进去拜佛你等我啊 她一进去呢 比她想象的时间长 大概有两个小时才出来 那人还在路边等着呢 你今天先别 先别说有没有这人 今天谁敢呢 干这个事 你根本不认得这个人 就不认得就非常信任 那时候那个社会 这时候我说就大约三十多年 三十年前的社会 是如此的信任 如果不是一个如此信任的社会 他也不会去做这个事 今天有没有这种人 我想依然有这种人 但是没人做这件事 人有的是 都敢给 我今天给你我就敢 但是人家不是 假设你 谁都不认识你 对呀 咱们在座的人 都会在那等两小时 但是谁会信任你呢 这是有个问题 所以您知道 就是我记得是陈寅雀 现在要读陈寅课嘛 是吧 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道德变换的时代 他说有一种人叫巧人 有一种叫捉人 笨拙人 就是巧人就是享受了新规则的权利 用新规则的权利 避开了旧规则的义务 用旧规则的权利呢 避开了新规则的义务 他说这个捉人 其实就是老实人 就是笨人 就是承担了双种的义务 没有用好权利 对呀 但我觉得其实在现代社会 我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我以为我是摆脱了熟人社会的一代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这种亲戚 亲戚朋友也都不在 亲戚也不在北京 然后我也减少自己的社会需求 来降低自己的社会关系 然后我就我不帮人 人家也不帮我 但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现在这个 你不知道谁就成为你的熟人 我那天遇到一个事 我很苦恼 就是我的中介 人卖我房子的中介 他找我借十万块钱 他说姐这关我实在过不过去了 我找你借十万块钱 他说我们都很熟了 我就觉得怎么说我们就很熟了 但他认为你看我天天见到你 我还给你卖了房子 我们就成很熟 然后我最后没借给他 但我内心非常的纠结 然后我妈那天还遇到一个事 就是因为每天找我们家送快递的 都是同一个人 然后那个快递就说 说大姐说你借我五千块钱吧 我们都那么熟了 然后我妈就很害怕 你知道因为那人 她是个我们家的快递 她知道我们家住哪 她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所以我妈说怎么办 然后就给她打了点钱 说你别还我了 但是就把她拉黑了 就很害怕 所以我觉得当今 我们好像觉得技术 这个导致不是熟人社会 但有的时候你生和熟的界限 也变得很模糊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真事 我们家亲戚发生了真事 吓坏了 就是他们住在十几楼 然后有个保安 这个保安人挺好 所以每天见面点头 就是这种关系 每天见面点头 有时候看你拿的菜多 帮帮忙 这就算认识 但是就有一天 她那个电话响了 她这个保安说得很突兀 说是这个 我老婆从村里来了 今天晚上能不能 在你们家住一下 那你这比借钱还恐怖 就是说 她不用住睡卧室 就是你们家不是客厅吗 她就在你们家客厅地毯上 打个地铺就行 你知道这会 这会给我们家的亲戚 她带来很多个恐慌 你知道吗 因为首先就是说 为什么选她家 当然不好 当然不可以 但是呢怎么拒绝她 你知道吗 又怕说 她怕后果 甚至说 哎呀要不要投诉啊 但是有时候又不敢 说这你得罪了她 对对对 你也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 说这事怎么办呢 最后就是说 咱们给她找一个招待所 找一个招待所 把老婆这个安顿好 然后呢就从此呢 见面还打招呼 你知不知道吧 就害怕 然后害怕 最后呢 还给了她两百块钱 对 这很好 就是就是怕 就是你 就让她欠着你了 就好一点 你欠着她肯定是不好 你知道就是说 我们可以理解吗 就是说 她有点知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一种 就是她的乡村生活逻辑 你也不能说这个保安 她想的不对 她是不是在村里呢 就是觉得咱挺熟了 我天天见你 我天天见你 我老婆到城里来 又没钱住什么地儿 没地儿住 今天就在你们 在你们家哭笑一晚上 有什么不可以呢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 她的觉得熟人的 这就叫假熟社会 我们今天就进入一种假熟社会 你天天见不一定熟 对 现在都是假熟 有人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那种 你说你不熟吧 你确实认识这人 然后她提出的条件 你认为就是非分的 但她认为是在不仅是合理的 还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 对 所以她不觉得是个事 她觉得你那房子空着 空着 对对 所以她去 你不要客厅 反正也没人呢 我帮你 我还能帮你干点活呢 对 对 我也不收你公司 所以这里呢 就有很多问题 你比如说 就刚才我说 就是家里进生人这个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 他比如生孩子 或者各种情况 家里要请人 请人呢 无非就是要不然家政公司 要不然就是找乡下 就是老家的人 我有一个朋友 那事儿后来事儿巨大闹的 就是他呢 你就请着这个老家的 而且这老家呢 就是老家的老家 反正拐来拐去的都是 特远的亲戚 还是占亲了 因为乡村这种占亲 是说不清楚的 就比较远 他是需求远的时候 他就特远 需求近的时候 特近 有事儿了 咱就是真亲啊 对 然后呢 他呢 他不是喜欢收藏吗 他就看拍卖会 突然看拍卖会 看一幅队联呢 说 哎 队联不是我买的吗 怎么在拍卖会上 卖呢 然后呢 他就去看见我 他就问我 我说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他说我怎么不确定 我花稍几万买的 怎么能说得下对 然后我说 那就是从你们家跑出去 对呗 我说你家里回 谁拿呢 你老婆坑是不能拿着去卖吗 那就是家里的人 结果呢 我说你不能动这事儿啊 你直接报案 他就报了案了 报了案 这边呢 公安局去了 跟拍卖行说 这东西先停 因为他能出事罚票 他买的罚票和什么 这个证据很完善 然后公安局就把保姆 从他们家带走了 带走以后 公安局马上就把他给叫过去 说他拿了不是这点东西 然后他一下就愣了 结果那单子一看 拿那东西多了去了 多了去了以后怎么办呢 他这个公安局就跟他说 现在我们正在侦查 就没有立案 如果立上案 你是没有权力撤掉的 告诉他了 那么他回去跟他老婆一说 他说那怎么跟老家交代 那老家的人全会来 你把他抓了判了 行 老家的全乱你家人了 这怎么办呢 而且呢 东西绝对追不回来 就是你把他判成刑 你顶多就出一口气 钱就回不来了 但恶果会来 没错 老家的人 你伸了整个网络 想了半天 想了半天 要把这口气全吞了 他说那我就领回家来教育 这要痛苦吧 你说是不是 一点办法都没有 把理和人情 对 解释没法弄 你说魏老师 你经常跑乡村采访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种 现在我们的不知所措 就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界限和关系 每个人的定位差异化特别大 原先是比较稳固的 我村里的定位就是这么样的 对吧 不管是你的血缘家族的 这种亲行关系的远近 基本上是农村 我觉得是以这个来定位的 但是因为很多后来这农村的出来打工了 然后在城里有的发了财了 有的没发财又回去了 就整个的这个关系远近就模糊了 城里也是一样的 你讲 我是觉得是不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 他有自己的一套信用体系 你比如说这个大家说这个人人品不好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人 但是你一旦产生了距离 比如他来到城里 或者他就脱离了这个信用体系和惩罚体系 他又不受法律惩罚 又不受人情惩罚 所以这个就是还回到刚才马爷说那个 这我也特别好奇啊 就是我因为全国采访基本都走遍 我感受比较明显的 就还是福建 广东 浙江 就这些地方 他那种坚固的那种宗族关系也好 家族也好 同乡关系也好 他是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一任的契约 还是很强的 对 就为什么我敢趴借你几万块钱 不用打借条 那是因为我背后有很强的你这种网络的这种契约在这 就是我觉得你这人肯定跑不了 你即便这笔账赖了 说你真不还了 第一我认了 第二关键最大损失是对方 就你再借也借不出来了 你在这个网络中失信了 对 你在这个网络里面失信了 就反倒是北方这个东西是 松散的 南方的那个就是我们用了 而且似乎你觉得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圈层里还能持续 对 对吧 甚至在这个也是华人当中的一道啊 就在全世界都有 他就有凝聚力 他抱团生存 对吧 他这种凝聚力呢导致呢是什么呢 导致他帮派 你比如说就是这些年少多了 前些年像台湾啊什么那什么独联帮啊 什么各种帮派 他一定都是这个文化 他这种文化中呢 他在表述的过程中呢 如果他有一种他自认为优于你的语言系统 就咱俩我咱俩说话他们听不懂 同乡 这是不是优越 就咱俩敢的优越 他们俩可能看着我们俩很傻 说的叫什么话 过去北方人说南方人说鸟履是吧 那是你蔑视他 但是他说这个话的人 他觉得你不行你听不懂 你一套语言系统我两套语言系统我就优于你 双语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过去那个为什么就我原来讲过哈 就中国早期做生意发财的全是特出语言系统的 小鱼龙 中国四个地方的商人是层出不穷 一个是潮汕地区 一个是闽南地区 一个是就是温州 还有个宁波地区 就中国的大商人 你挨个牌 就你能说出名的全出这四个地区 而且你感觉啊 这个思想改造还真没咱们北方人彻底 是吧 咱们 你说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有些像你说的这些宗族社会里 他在这个圈子里 你比如说他对外界社会的法律和道德 是个什么态度 就像蔡东佳他们 你知道吗 我见过这样的人 就是你比如说听说谁家被公安局抓走了 对他来讲是不问对错的 然后哗一百多人聚集了一块 想怎么办 就是给他送钱 给他送钱 他完全是一个这么操作的 你比如说他不像咱们 咱毕竟知道犯法了 咱都躲着 这好像在 千万别粘着包 对千万别粘着 那就是说 你看他们就是等于说在咱们那个新中国有几十年 其实中断过 但是呢 后来这个根的深呢 就是你看 一过去了那个时期 哇一下